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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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觀眾大家 午安 這個是中午拍的 今天要來做遊戲開箱 那今天遊戲的話 基本上阿伯都會玩過一段時間 然後再來做一些開箱的講解 以後大概就會有這個新的單元吧 對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今天要來開箱的遊戲是什麼呢 今天要來開箱的遊戲是 歐羅斯方塊99 它是Switch上的遊戲 那這款遊戲它的發行日期 它是在今年的2月14號 任天堂在NSO上公佈的免費遊戲 只要你有用NSO的會員機制 你就可以免費下載 但它其實有一些限制 這個限制呢 只要你買實體版 就可以解除了 或是買數位下載版 那講到歐羅斯方塊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它的歷史吧 歐羅斯方塊 它是在1984年 在電腦上有一個工程師 應該不能算工程師啦 它是說科學家 在閒暇之語之後 且扣發明了一款遊戲軟體喔 然後它說這款軟體主要是可以增進 個人的一些邏輯思考能力啦 或者是某種治療的效果 那當初這款設計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版權爭議很多 因為大家知道它有不同的廠商嘛 前前後後應該經手了好幾支架 然後這款遊戲它有好幾個特別的紀錄吧 一個是移植最多平台的遊戲紀錄 好像記得是64個平台吧 到現在連手機都看得到 而且連在飛機上喔 中華航空的飛機上的商務場 你也可以玩到歐羅斯方塊的這個遊戲喔 是不是非常奇妙呢 那歐羅斯方塊呢 至今到現在是已經出滿久了 那最近的這一代是大逃殺 就是SWITCH的俄羅斯方塊99大逃殺 那這一塊呢 當初會買實體版的原因啦 其實就是因為在SWITCH的這個俄羅斯方塊大逃殺 它顛覆了以往的穿頭的設計 以往的俄羅斯方塊最早出就只有一個人玩 簡單來說就是拼分數啦 隨著分數越高 關卡等級層次越高的話 那個方塊降落的速度就會越快 然後在最以前的版本啊 是沒有辦法鎖住方塊的 網路上是說連下一個方塊也看不到 但就阿伯有印象以來啊 歐羅斯方塊是可以看到下一個方塊啦 就是在GAMBOX上面啊 在任天堂上面啊 甚至在超任上面都有 到現在嘴帶玩99大逃殺啊 感覺是 算是一個多批混戰的一個局面 主要是因為在這一年吧 很多遊戲都被冠上大逃殺的名字之後 開發者這邊他也想說 那要不要做一個大逃殺的歐羅斯方塊 所以才會有這一個 TEL RIS 99的誕生 那其實之前在FB版阿伯也有玩過 FB版其實就有點類似大逃殺的感覺 只是他的多人對戰的人沒有那麼多 那其實在遊戲中 你可能要善用一些心機的策略啦 甚至一些方塊的轉動技巧 你才有可能拿到冠軍啦 不過這個都是玩到後面進階的技巧 那等一下阿伯也會來一一跟大家解答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歐羅斯方塊99的這個大逃殺 那為什麼買屍體版的99大逃殺 是有幾個原因的喔 第一個阿 就是他裡面有送一張 NSO online的年卡 個人份的喔 所以你在買這款遊戲阿 你不只是買他的遊戲 你還可以買他的年份的使用權阿 因為都買的時候 NSO快到期了 然後第二個買他的原因就是 他有一些像馬拉松模式阿 在NSO的那種免費版本阿 基本上他沒辦法玩 你一定要付費才額外購買 就是你用一下子去購買他的另外DLC 你才可以獲得所有的遊玩使用權 那如果你是買卡夾版的話就不用了 他所有的那個DLC的內容都在裡面 那卡夾這一塊我記得是在 8月多發行的吧 然後那時候其實很早就買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開給各位看 直到最近玩了這一塊之後阿 想說到時候聚會的時候可以拿出來玩 雖然只能兩人對戰阿 那因為阿伯本身喜歡玩歐羅斯方塊阿 那在他的排名在阿伯 所以取得遊戲地層上是第四名 目前居高不下 他可能會一直在前十名的階段 因為以阿伯來講阿 阿伯大概買歐羅斯方塊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是個很忙的上班族 我下班幾乎沒什麼遊戲時間嘛 所以出社會人年紀來講 就是希望短時間有一個可以小消遣的遊戲 大概就幾分鐘就可以玩一場 而且又刺激又好玩 然後又可以鍛鍊腦膩 我腦袋很差 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就是我主要買的這款歐羅斯方塊99的原因啦 好啦那講那麼多 我們來介紹一下遊戲的內容吧 那遊戲的內容其實就是 跟你在玩一般的方塊遊戲差不多 不過他多了一些干擾的機制 就是你在消除方塊的時候阿 在畫面上的左邊會有一個累積的積蓄吧 就是你消的方塊會傳到對方 對方的畫面的左邊這個地方 就會有那個積蓄的那個能量條 當能量條變成閃電紅色的時候阿 你下一個方塊一放下去 方塊是會快速往上升起來的喔 所以這個時候阿 就很考驗手術跟對戰技巧 那因為這個原因阿 通常如果你對自己的方塊 旋轉的順序很了解的話 通常阿 在玩這款遊戲上會有一些加分 對 例如說你可能按幾下 你就知道哪邊是可以插進去的 那瞬間就可以把方塊插入消除這樣 除了快速切換方塊之外阿 在畫面上的介面其實有幾個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阿 就是正常來說阿 你在推那個搖桿的右類比阿 都是一些戰略上的目標阿 例如反擊跟追擊還有徽章跟隨機阿 正常是不會用隨機阿 那徽章的話 基本上就是打場上徽章目前比較高的那一個 這系統會自動幫你選 然後上的話就是 就是追擊畫面上其他玩家快要死掉的那一個 然後下的話就是反擊 那左的話隨機真的是很少能用 除非你對自己的技術有自信 不然建議是不要用隨機 那以這些戰略性有什麼好處呢 在畫面的右下角其實有一個徽章系統 這個徽章越高的話你的攻擊能力就會越高 剛剛不是有講過 消除方塊可以把能量霸用到對手那邊去 所以當這個徽章越多的話 它的效果會是加成的 目前記得你是兩枚徽章的話 就是再增加50%的攻擊力 戰略方式的話其實就是有幾種 就以目前阿伯來講 如果你真的要在遊戲中拿到第一名的話 就是善用一些心理戰的技巧 把自己的方塊堆高 那一般玩家不知道的時候就會 直接去指快死掉的人 就是追擊 通常這種狀況下 你打你的人越多啊 你選反擊的時候 那種回饋是會很強大 通常他們撐不過幾下 如果你在短時間之內的 可以連續把方塊消掉的話 那攻擊力是一個蠻強 蠻強的攻擊力 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自己運用策略一下 那如果真的是 你選的對手 他的反擊力道很強的話 阿伯會建議你當下把目標換掉 就是不會被他一直反擊 除非啦 運氣真的很不好 你就直接被他指定 那就沒辦法 那就沒救了 那遊戲除了剛剛講的那些 還有一些小技巧 例如說像方塊的踢轉 其實方塊的踢轉 它的效果也是 記得是乘以兩倍吧 所以如果你是消兩條 它會給你算消四條的能量法 所以活用踢轉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當然遊戲中還有很多連段的部分 也是值得去學習的地方 阿伯會建議啦 在新手時期啦 先練好方塊的順序 怎麼去消方塊之後 你再來學一些高級的技巧 例如說兩行銷啊 三行銷啊 四行銷啊 踢轉啊 然後那種各種方塊的踢轉 這樣慢慢練上來 其實你的進步會明顯的提升 然後不用想說 一開始你就想要走高難度路線 如果你有天分的話也是可以啦 不排除這樣做 因為阿伯是按部就班的人 所以就是慢慢練慢慢練這樣 不知道大家玩起來 這次玩遊戲的感覺如何 好啦玩到這邊的時候 大概對歐羅斯方塊的感觸是這樣啦 它雖然是一款從以前到現在 歷久不衰的遊戲 而且排名其實還是蠻可怕的 它目前僅致於排名的銷售量 應該就只有出我的創世神 就是minecraft吧 目前的銷售真的是算蠻好的 不過以年輕人來說啦 我不知道現在年輕人 會不會玩歐羅斯方塊球九啊 畢竟它對阿伯來說啦 是一個充滿小時候回憶的遊戲 真的是一個回憶的遊戲 早期就是一堆人拿那種 掌上型遊戲機啊 不是gameball 就是那種電子掌上型遊戲機 像game andwatch那種 大概就類似那種材質的遊戲機吧 然後比較常就在那邊玩 那因為一場就可以玩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通常那時候有這一台的話 大家會玩得超開心的 你就看一個小朋友玩到他電池沒有電這樣 然後就一直在玩 小漫畫最省錢的電玩遊戲 當初摸過於是這一款了吧 而且重點是那時候攜帶機就可以帶得走 但是直到現在時代的眼鏡 才會慢慢有gameball啊 GBA啊 Switch啊 早上遊樂器的發展 它真的是一款不錯的遊戲啦 然後我是推薦大家可以去買 這個實體版來玩玩看 好啦今天的遊戲開箱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阿伯 如果喜歡阿伯的影片記得幫阿伯訂閱和讚加分享喔 還可以還可以 喔 運氣 運氣好喔 太棒了 睡了 剛剛連段去再打下去我就死了耶 來個小連段 然後 敵路送他到天國 怎樣還不夠是不是 唉唷 唉唷 吃雞啦要去機場 呵呵呵 加油阿 年輕人 第一場就吃雞好關台 呵呵呵呵呵呵呵 幹的太快喔 我不能接受 我贏了 唉唷 沒想到這場就吃雞啦 老闆 唉唷 可以睡了 舒服 原來VIP 蠻好玩的啊 然後講到這裡啊 哈哈哈哈 今天講那麼快 為了什麼 就是鋪後面的梗 講到這邊會有一個抽獎活動喔 如果你想參加這個抽獎活動的話 阿伯會把參加的方式 寫在阿伯的Facebook上面 大家一定要遵守規則去參加喔 然後獎品就是一年份的 NSO個人版的序號 這個序號是在那個 就是買這一款送的 因為阿伯已經有家庭號 所以其實用不到 這個序號就送給各位啦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想請請下阿伯的Facebook官網 OK 今天的遊戲介紹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阿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